好,咱们开始着色 头一变颜色,咱们用淡褶石 特别淡的褶石,调成特别淡的褶石 着地变颜色,整个山石都用这个淡褶石来着色 这张画我准备画的就是色调偏暖一些 所以整个山石都用褶石来打底 注意咱们用的这些褶石一定要薄一些 上色的时候还是尽量把这些重要的结构线和轮刻线控出来 然后整个的去平涂 那会伤到笔墨 我用的这个褶石很薄 咱们头一变,涂完了,干透了之后 整个干透了之后 咱们再用这个褶石色,再照染一点 因为头一变肯定不会凸足 干了之后,这个褶石色不会显得很足 肯定会变得很浅 所以咱们要涂一变或两变 甚至三变 但是每变都是要干透了之后再涂 一定要让它干透 干透之后再涂第二变颜色 把这个山路的颜色先控出来 记得咱们底色用色要薄 薄图 薄图多然 现在很多人他画这个北宋山水 不管是临摹 还是怎么样 他这个用熟选 如果用熟选的话 他这个村叉的感觉的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 他肯定会像画公里花鸟羊去分染 有些人要去分染 因为它墨色和这个水都是浮在表面上的 所以画完了之后 他这画呢会显得发死 咱们还是尽量用这个圣玄 古人他给你感觉 感觉他那个有点像熟选似的 其实他用的是圈 它是圣圈 他用的是圣圈 他画的效果也跟现在这个圣圈纸的感觉差不多 只不过圈的音画的程度 可能会弱一些 熟选寸他的这个效果 他是不明显的 只有在圣线上 才能体会到村擦的这种感觉 如果你在熟选上一般是擦不出下滑 山手画的勾擦 虽然 他这个擦就起不到作用 这个底色已经染完了 两边整齿已经干透了 然后这是第三遍开始啄这个湿率 用三绿啊 我是用淡淡的三绿 第一遍颜色调的很淡 山的下端用水稍微打湿一下 让他有个自然的过渡变浅 这个用实力在染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啊 把这些线控出来啊 结构线注意啊 不要整个平图 因为他这个实色的覆盖力更强 所以咱们渲染的时候 尽量用小一点的笔啊 不要大笔平图 小笔渲染啊 渲染 这个实力 他印的比较厉害啊 他一旦印出去 他外面就会有绿的颜色 让他实色啊 所以咱们这个废纸要随时占一下啊 这个就是生鲜 嗯 不好染的地方 所以生鲜要画公系的 公系的话 他就难度会大一些 比输鲜要难度要大 近现代当代有很多画家 他画公笔都是用这个生鲜画 都是用生鲜画 但是他就是使习惯了 他会控制 控制的很好 远山也是啊 下面自然过渡啊 用水笔给大家改一下 然后自然过渡 下面的三十 远法都是一样啊 三绿的颜色啊 跟褶石搭配在一起 他比较和谐啊 整体他是偏暖色啊 天种暖绿色 但是这两种颜色 这两种颜色 这颜色干透了之变 干透了之后 咱们可以再 再两遍 这是第二遍这个实力的颜色 他没有干透 在没有干透之前 就超市的时候 咱们用这个稍微重一点的三绿 在这个 山石突起的部分 给他稍微提的重一些 不要还是 不要整个拼图啊 主要塞一些那个突起的部分 让他这个绿色稍微的重一些 山石的颜色 画得差不多了 咱们这张画要整个打湿 然后给他斩平之后去 潮湿的时候 整个轰染的这个天 整个背景 包括下面的水面 然后都要用这个褶石给他 来去染一遍 特别淡的褶石 整个把这个纸的底色 给他做一下 染成这个淡褶石色 可能也要染一两遍 咱们现在是主体 还是先化褶石部分 有人问了 说刚开始 为什么不染这个底色呢 其实刚开始也可以染 但是为了更方便 为了更方便染这个山石 突出这个山石 所以就是先染了山石 没有直接先整个去染 他的一个 整个背景的颜色 这样也是为了方便大家这个观看 这边我这个三绿里面加了一点头绿 让它更稍微的厌一些 重一些 因为三绿的话 它里面要白粉 又白粉 它显得会粉漆一些 所以我加了一点这个头绿 下面的山石也是 凸起的部分 我让它这个头绿加的重一点 这种颜色 咱们用这个普通的这个玛丽牌的就可以 颜料 普通玛丽牌的就可以 颜料没什么太多的讲究 所以咱们不是画工笔 然后褶石颜色呢 也可以用这个玛丽牌的 就是它的称扎比较多 我用的这个褶石是那个 僵丝续的那个小瓶状的 我们下来的这个玛丽牌 我用的这个玛丽牌的 的这个玛丽牌的 的这个玛丽牌的 你也会安得到这个玛丽牌